我车费都给了 怎么了怎么了妹妹 就这个师傅啊 我给他车费了送我上去 然后他现在又把我扔在这个半路 我这样怎么走回去嘛师傅 那不对啊兄弟 那你车费要退我呀 你收了钱应该把人家送回去啊兄弟 送到一半我都现在都还亏了真的 我上来都亏了 我这个电车没电了 你在背这么多拉热是去哪里了妹妹 我背回家呀 背回家啊 对今天早上拿到去街上卖 没卖完吗这是 对帮我提一下嘛 哦这么好的拉热还没卖完啊 对啊 我卖的 你这拉热卖的贵不贵啊妹妹 贵啊 看你这拉热挺好的挺好吃吧 非常好吃 哈哈哈 那你在背后去还要走多远呢 还要走一个小时多点吧 还走这么久啊 对 那你就在这儿继续等车嘛 你在背后去要走好久我难得走嘛 没有车了 这上面没车吗 没有车了 你要不放下来我看一看嘛 我买一点你这个拉热行不行 真的吗 真的呀 我看一看嘛 好吃的话我买一点 哎 这拉热看着吃挺好的 花肉啊缺失 我要是全部把这个肉给你买完的话 要多少钱啊 真的吗 真的 你吃的完那么多吗 这我很喜欢吃肉的 你看嘛我现在卖也卖不完了 你看着给吧 看着给啊 对 那我给你10块钱可以吗 啊 哈哈哈 你说个价我不知道什么价啊 反正我剩还挺多的 要不你给个500吧 500是吧 对 500我感觉你卖亏了这么多肉 没事 反正我还要背回去我也懒得背 哈哈哈 那我给你800嘛 你500真的太快了 没事不用的 你给个500就好了 没事没事 你帮我把它背到车上一下嘛 我车就在下面一点 然后我到车上给你拿钱去便 好吧 好吧 你真的吃得完那么多肉吗 慢慢吃嘛 哈哈哈 你不是看见我懒得背才买下来的吧 嗯 没有没有我喜欢吃哈哈哈 太谢谢你 没事没事 直接帮我放后备箱就可以了 爸爸你吃个东西了吧 不会的不会的 你洗一下就行了 没事 好吧 你这个肉好不好吃啊 那肯定很好吃啊 你看这个肉 嗯 看着是挺好吃的 我就是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 真的很好吃 我都经常吃 嗯 那你反正我家还有一个多小时吗 是吧 嗯 那我要不这样子 我开车送你回家 然后你煮一块肉 我尝一尝好不好吃 行不行 你真的要送我回家吗 对啊 可以啊 真的吗 对我主要是尝尝肉好不好吃 那太谢谢你了 真的 没事没事 那你早上下山的时候是怎么去的呢 我坐邻居摩托车下来的 你们家这个腊肉这么好 为什么要不要去卖了 嗯 家里面腊肉还多呀 换点零用钱 哦 卖了换点钱啊 嗯 那你吃中午饭没有 嗯 还没有 那现在都下午两三点钟了 你怎么还没吃啊 那街上吃的太贵了呀 回来吃 哦 那你肯定饿坏了吧 没有 还好 哦 我趁你这里有干这个 你先吃干这个嘛 不用 不用了我都快到家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先吃着嘛 谢谢你 荞麦吗这是 哦 这是你种的吗 对啊 最近在收荞麦的季节嘛 哦你这么能干啊 或者看不出了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还会干这些 没有我们这边的女孩子都会干活 你们家房子挺大的啊 没有 快起来烤火火都烧起来了 哦 好 你们家的辣肉还有这么多啊 对啊 我们家辣肉很多的 我给你做一块尝尝哈 整个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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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挺好的 都可以烤火了 了 现在你来这 видим 硬梦干什么 annually吃的不断 你为什么要显地 不滚 因为你要知道 什么东西不 PAL 这三公司怎么发辣了 离开座 extensively 不用二伞 走 你擦了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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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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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什麼 他給我留一百塊錢 給我買一雙鞋 沒鞋 沒鞋 我爹端沒了 是這麼來的 別讓你煮肉給我吃 沒有 那要不不吃了嗎 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給你添麻煩 沒事 這個不太好吧 沒事 他待會又回來了怎麼辦 不會他出去幹活了 但是他回來了要說了 他會不會罵你 好 那不少了吧 沒事沒事 那要不換一塊小的吧 這個太大了 沒事這塊就挺好 你省省為什麼要把錢給你拿走 前段時間這個過年豬 我不在家他幫我餵過一段時間 然後就讓我把這個臘肉拿去買了換錢給他 他感覺好兇啊 沒有吧 本來就是這樣的我都習慣了 妹妹要不真的還是不吃了 我感覺這個肉吃了我心裡面很過不去 我快趕回了草裡 沒事 要不這樣子就是這個肉我們就今天不吃了 然後我們就等到天嘛 好吧 行吧 那我帶你去看看我們山上的風景 嗯 起碼行 其實我也沒有餓我只是想送你回來 這次我只是跟你開玩笑 謝謝你 怎麼樣這裡漂亮嗎 漂亮啊 但是沒有你漂亮 我平常心情不好的時候我都會自己來這裡轉一轉 來這裡幹嘛你想不開嗎 怎麼可能 我還年輕我有什麼想不開的 我就來這轉一轉看看風景啊 妹妹 我跟你玩了半天我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海鷹 海鷹嗎 對 這名字聽話懂 那你叫什麼名字呀 我叫大飛你可以叫大飛哥 大飛 對 怎麼沒看到你爸爸媽媽他們 我爸爸媽媽都出去上班了 他們過完年就過個幾天又回去上班了 那你怎麼沒跟他一起去上班 不能全部都出去上班呀 我還要在家照顧老人 家裡面還有老人是吧 對 你挺孝順的 那你平時在家還要幹什麼活了 在家平常什麼都幹呀 餵豬呀 種種土豆呀 還有剛剛你也看到了收那個蕎麥 那你這麼年輕什麼活兒都會幹呢 我看你 對啊 大生裡面的女孩子嘛 弄什麼都會幹 不幹吃什麼呀 對不對 那也是啊 那你有出去工作過嗎 之前我有出去上班 那你結婚了沒有 沒有啊 那你有男朋友嗎 也沒有 不會吧 你長得這麼漂亮 你在春花級別的呀 沒有 比我漂亮的人太多了 那你們村裡面的男孩子都不來找你嗎 沒有 那你想不想有個男朋友啊 男朋友想有就有的嗎 哈哈哈哈 這不得看那個緣分呀 你現在想有的話就可以立馬有一個 哈哈 他跟你開個玩笑 那你認為什麼是愛情 我覺得愛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吧 它是不知不覺就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就比如說像我們讀書的時候 然後對某個同學啊 產生那種莫名的好感 就想去靠近他接近他 然後想跟他在一起玩 這就是愛情最初的樣子吧應該 後面就是兩個人就是相互喜歡 在一起會很舒服 然後有共同的目標 也不會因為一些小事情啊 就分開了呀什麼的 也會為對方去改變一些原來不好的一些習慣吧 我覺得這個就是愛情吧 那你有一件特別想靠近的女生嗎 有啊這不就在我面前嗎 不會吧 你在開什麼玩笑呀 我們才認識多久呀 那你在這裡來轉了半天 現在星星好了嗎 好了呀非常好 你看現在天也快黑了 要不先回我家我做飯給你吃 做飯吃嗎 對 我怕那個省事裡又說什麼呀 不會的他不會說的 真不會嗎 真不會 那好吧 走吧 海營 你們這邊村裡面平時有什麼其他經濟收入嗎 就自己在家餵餵豬呀 種種土豆 玉米還有剛剛外面那些蕎麥 然後還有打筍 挖竹筍 挖竹筍 對 挖竹筍一年的話能增多少錢 一年的話差不多也就個兩萬吧 可以增個兩萬塊錢 那也還可以 快點吃 我碗裡面還有還有 沒事吃 這太客氣了 可能你都吃不慣 吃得慣了 你看你們這蕎麥肉挺好吃的 我很喜歡 那就多吃點 好好好 快點吃 不然一會兒涼了 你做的這個蕎麥肉真好吃 我吃了一塊了都 你們這邊哪裡有商店 你要去商店幹嘛呀 我去買瓶水 買瓶水 這裡有水呀 沒事沒事 我喜歡那個商店的那種 這上面走上去就是那個商店了 就那路可上去是吧 對 那你等我一會兒 你怎麼拿了這麼多東西啊 買點東西過來 你拿那麼多東西幹嘛呀 沒事沒事沒事 在那邊吃了飯吧 你真的是太客氣了吧 沒有沒有沒有 這樣太客氣了 沒事的 拿那麼多東西 這樣我都不好意思了 哎呀 啥不好意思的 下次我還怎麼好意思來你家吃飯 不然 這都是家常便飯 隨便弄來給你吃的 沒事沒事 那不是吃了你們家辣的嗎 你們家辣的挺好吃的 好吃就行 那我幫你做呀 我不做了吧 我就回去了吧 天黑了 那好吧 你回去吧外面太冷了 沒事我再送一下 沒事沒事你先回去吧 太冷了外面啊 好吧 那我就送到這了啊 那你開車注意安全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走了 那你好久再回來見我呀 那時候會有很多這樣的相遇 那我不得不答 那我現在就走了 我昨天 你別再難過 心裡的話都不想再說 記得以後 你要快樂 你隨著沒那麼多因果 我走後 你別再笑我 儘管有太多的不想 就是你要的自由 我還給你了 下次再見 那下次再見 い你